幸福好時光好 今天很高興的看到一個大美人 他就是石虎來了的董事長陳駱傑 駱傑你好 鄧駱傑好 聽眾大家好 是好久沒有看到了 今天這個疫情 我們之間發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是啊 那什麼事呢 就是我覺得第一件是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有一天不知道是早上還半夜 反正就是停晚的時候 駱傑就問我說 你家該不會有新冠 新冠一號吧 對不對 然後反正就很妙 那時候就是疫情最吃緊的時候 最嚴峻的事 然後我就說不好意思剛好有 因為在冰箱放很久 因為那個是中醫師吳明珠 他給我十包就放在那個冰箱裡 他說叫我應變 但我們家沒人得啊 然後我說真的剛好有 他就如獲至寶 好像是就馬上衝到我家來了 對 發生了什麼事你說 那時候是因為我們總經理 然後他就是小孩子也得 然後老婆也得 然後他也得 然後他也很無助 對 那個不是現在這一波好像大家有點無感 對不對 他是第一波 好像是今年四五月份的時候 那一波比較嚴重 對啊 然後大家又很怕說會不會有什麼重症 然後小孩都已經到四十幾度了 對 他發了那個他發燒了 已經都送到醫院去 但是問題是醫院不會提供你那個什麼清冠一號 就剛好我家裡有 結果妙的是可能也應該要好啦 我一向沒有相信 就是說中草藥有過度的誇大的效果 但我就覺得喝起來比較舒服 他就喝了那些小孩很小嘛對不對 就好了 這真的就好了 不然那四十一度真是嚇死爸媽 對不對 非常感謝淡如姐的感助 其實那個我只是就是借華現佛舉手之勞 那可是我就覺得我對陳若姐這種非常努力 想要救公司同事 我覺得就是我心裡有感動到 我相信總經理一家人也很感動 他就自己開了車就到了 然後把東西拿走 還送到基隆去因為他家住基隆 你還送到基隆啊 就是你知道就是我覺得這才叫做朋友 那還有第二件事情就是我有一個朋友 他好不容易有一個新的工作室 就要請那個洛杰幫忙 後來我才知道這種老屋裝 其實也沒有很老二十幾年 而且他是有電梯大樓 所以不會很老 你看有多麻煩 就跟鄰居裝潢跟鄰居的溝通 你把它簡單講一下 因為案情可能很複雜 對因為其實大概就是我們 因為那個房子是有地下室 那我們希望說地下室是可以有採光的 那房子的地下室因為我有去幫他看過 因為是我幫他選擇 因為我覺得以他的狀況他需要很多倉儲 所以他的地下室是比一樓多三倍的空間 是是是 然後然後我們就希望說可以把地下室的那個 因為他有一個天井 那天井是被蓋起來 但其實天井是公共空間 他是不能被蓋起來 而且他是有關於那個未來的 其實地下室本來可以採光 然後其實他原本就是都發霉 然後看起來都很潮濕 那我們就因為想把天井的那個鐵皮屋拆掉 可是又牽涉到一樓 隔壁鄰居的住戶 那個鐵皮屋剛好就是一樓在花園的腳底下 然後他們就把他侵占起來了 然後還有 然後我們才知道說台北有一個規定 是幾年之前的侵占 就算你侵占 民國84年 如果是你是民國84年以前蓋的話 大概是80幾年以前蓋 就已經是就地合法了 對 所以這個就超級的妙 也就是說 那沒有天井會有很多危機對不對 對別人家的 可是他已經就地合法 然後監管處的答覆就是 他不能管 那叫你自己協商 那怎麼協商對方就 就不要 而且他天井然後蓋完之後也讓 就是這個朋友的地下室也漏水了你知道嗎 因為他下雨天然後下面就會積很多水 對 然後大樓也不處理 這對啊 但是最後的結果就是 那既然天井沒用乾脆把它 這個遮起來那就變個池塘囉 永遠不開門 因為這樣至少你水不會漏到家裡來 所以有很多的裝潢的法規 當然 真的不是說常理可以解決的 而且很多住戶如果自己要去處理這塊其實是根本不太可能的 你要去跟政府溝通還要去跟鄰居溝通 政府不管就更不可能啊 那個鄰居就也許會跟你獅子大開口說 沒錯 給你拿兩百萬來啊對不對 他連他 就是因為他那個變成就地合法 你拿不了他怎樣 是啊 其實很多是這個樣子 之前我也遇過有朋友買房子 因為他那個買的是就是幾年沒有住的空屋 結果人家呢就直接啊 就是本來他有一個路啊 可以通向外面的大馬路 前面那個人喔 竟然直接把他擋起來當成他家庭院 哇 所以他沒路你知道 他的路就變成只能往巷子走 那個巷子只通後面不通前面 所以 然後又是什麼八十幾年之前的事情 所以非常的 麻煩 是啊 所以其實買房子可能有時候要全盤的考量去 對 就是 各式各樣問題都可能出現 好那你最近的 師傅來了一直在做裝潢 最近的發展狀況如何 其實最近我們就是一樣就是 但我們最近處理很多裝潢糾紛 我們來幫忙接的 因為其實像之前 這叫接爛攤嗎 對 但是其實我們也都會很神聖去評估要到底要不要接 對 因為我們之前有接過幾個案子是 跟設計師吵架 這很常發生可能做到一半 很多設計師他就跑掉了 因為他要一直追家 我朋友也遇過啊 而且 最倒楣的是那設計師是 我本來覺得他不錯嘛 叫我幫他介紹案子 我還真幫他介紹案子 結果 比如說150萬要做好的東西 做到250還沒完成 然後設計師也不高興 他就跑了 你看叫我們怎麼辦啊 很多這種案例 那其實我們之前就有結果 那我們到 其實一到現場看 就整個跟工地現場一樣 那客人他就是 也很無助 你知道嗎 但錢他付 他錢付得 7788 沒錯 因為其實 通常設計師他們付款式可能是 你簽約就可以收三成簽約金 對 那你盡料呢 他又跟你說 他要收三成的 盡料的材料錢 那三成盡料怎麼定義 可能是他進了兩塊板子進去 說他已經盡料了 然後 這樣就六成 對 其實你已經付了六成了 那可能 可能又做了兩個禮拜 然後你就會發現說 工人越來越少 然後 就會跟你說 那我們要 他說他找不到工 對 目前最厲害的而且無可抵抗的理由 談到了裝潢還真是麻煩 剛剛我們講到了 已經先付掉了六成 對不對 然後你去 收拾殘局的時候發現 這到底要不要接啊 怎麼人家拿走六成現在還 滿地 窗移的那種感覺 是啊就很多些什麼 比如說水泥啊 然後很多還有師傅遺留下來的工具 對啊 然後我們就 然後大家好像就從這星球失蹤 對 然後其實我們那時候其實我們 如果是這種案子的話 我們公司就會親自派人到現場去看 到底要不要存 因為我們公司有規定超過多少金額或是 特殊的工項 我們的公司人是一定會到 現場去的 然後看起來覺得這個其實還可以處理 那其實客人他算已經付掉六成 那比那種裝潢蟑螂付了九成還要好 所以他還有一點點 剩下的錢可以來支付 可是剩下的錢也就是說 那四成不夠你收這個尾啊 但是他可以至少他不會全部都不見 那裝潢蟑螂是幾乎是 你家跟工地一樣 可是你已經付了九成了 什麼叫裝潢蟑螂 你看到最惡指的是什麼 裝潢蟑螂 就是可能他一開始就剛剛講的就是你付了六成之後 然後剛剛就跟你說他缺工 然後或是你原本挑選的材料 然後你們也 在簽約的時候講的非常的模糊 然後跟你說那材料已經美了 那我們要追加價格 那如果你不付的話 我們也沒辦法繼續 要你再付三成 那你是付了九成 然後 就不見了 又蒸發了 就蒸發 整個就蒸發 那其實你家的 可能就走 裝潢的樣子就被拆的跟 就是跟工地一樣 因為他拆跟工地一樣 代表說他沒有詐氣 那我的疑惑是 消費者找到這樣的設計師 或裝潢的工班 到底是哪找的呀 因為其實對很多消費者 他們沒有認識這一些 他們只能去Google 然後看很多評價 可是很多評價不一定是真的 你有可能去買評價 對 然後或是他會拿很多案例作品 然後來跟你洗腦說 就是你看我做了這麼多作品 那其實他就是一人公司而已 所以他每一個案子都是這樣 拿完錢全部都走人 這樣不會被告詐欺 不會因為他有給你 進場去做拆除跟情願 他有動作 如果詐欺是整個就是他拿了錢他不做事 而且反正你還有一成沒付對不對 可是你就付了 九成了 可是我覺得付了九成這也叫詐欺 因為他們其實這也是法律的漏洞 他其實法律 就是很多消費者他都是 非常的無助 因為他 你家就只是 把東西拆完然後清運走而已 就這樣 可是你已經付了九成了 那其實那消費者他要不要繼續做 其實他也沒有錢了 那也要打官司嘛 對 打官司你知道民事有多麻煩 當然詐欺也可能是變成刑事 可是對於法律而言 這種小案子 你知道一打可以七八年 我就看你要在那裡 然後你家又不能去使用他 然後你又不能去把他裝潢 這真的是漏洞 他看你不可能在那放八年嗎 等大家來看驗現場 可能是 所以其實這也是很多消費者 我們最近遇到非常非常多這種案子 那如果真的是裝潢蟑螂 那他們也想找新的 廠商進來的話 其實 真的會有辦法順利成交也是會有點困難 因為你真的沒有錢 而且商量還會說 我沒有說我不要做啊 對啊 你自己把他弄好啦 是你違約 是啊 其實還蠻多這種案例 那所以我們剛剛講的 我們真的有很 當然更多是跟設計師吵架的啦 然後做不下去 然後班圖被嘴夾的 對設計師真的是一個很容易跟客人吵架的東西 因為他們講的一開始 我覺得 你前面可能你在 你的報價單上面沒有寫的很清楚 我覺得然後 就是可能一些材料啊 你把它訂的沒有很死 所以到最後就會有很多糾紛 然後或是你可能自己很忙 然後沒有時間去看 等到你去看的時候 然後他就發現說 怎麼跟現場 跟你原本想像中不太一樣 然後就開始吵架了 然後或是 可能設計師會跟你說 你這個要追加 那你又說 可是你當初為什麼沒有跟我說 而且很多設計師是怎樣 他給你圖看 後來呢 他自己也變更了設計 或者他就強迫一直說服你 你並不需要那個東西 對 但他覺得這樣才能保持他作品的驚世害俗與完整性 真的 因為大部分設計師他都想要一個非常完整非常漂亮的作品 但是這些作品就會把這些轉嫁到你身上 可能根本 你不要那個作品 像之前當時不是說你根本不要魚缸 結果 池塘 喔是池塘 結果就突然莫名其妙多了一個池塘出來 害我現在一直養著魚不能夠搬走 對啊 好其實裝潢真是個很麻煩的事情 我當時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那是 酒妹有去我家採訪 那是我的書房那不是我的住處 但我是覺得工作的很辛苦 像我們這種 只能靠寫稿為生的人就 要有個漂亮的書房嘛 當時我就是請 承諾姐 所以我說我們之間的交集很多 我說你來幫我看一下 選一下 那個好了 那其中呢 其實有兩間房子在選 同一個社區 因為我挺喜歡那個社區的 我需要 我需要一個就是 我希望健身房跟很完美的游泳池 然後後來呢 有一個房子是裡面都沒裝潢 然後 他的庭院很多 對他很大 很大有好幾兩層的庭院 小別墅 其實算還蠻漂亮的 而且比較有view嘛對不對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建商就說 這十品屋 他庭院很小 其實我跟你講很小後來發現也不太小 我只是沒有走出去 也有二十瓶 二十幾瓶 他說那如果你是這一間 因為庭院比較小 這兩個其實 後來 都可以算你同樣價錢 只是 另外一間有送那個十品屋的裝潢 你知道陳若傑有多有那個 他多銳智嗎 他就跟我說 戴若傑我跟你講 這間 雖然沒有100瓶 但全壯大概100多瓶 他說 這個 裝潢我們做起來也要上千萬 我勸你還是已經選 已經裝潢好了 我真的覺得那是人生很銳智的選擇 我管你我喜不喜歡 看起來好好的就好 裝潢那個真的好可怕 是啊 你說我都沒有把握一千萬可以完成 因為那個真的 其實還蠻大 而且還兩層樓 我記得還兩層樓 全壯110瓶 是啊是啊 後來看的那個十品屋 就覺得越看越愉快 好那我們就來講一下 那到底應該要怎麼辦 有沒有 像這些裝潢蟑螂 你有沒有拯救他 就是說有哪一間有拯救到滿意的嗎 有啊其實我們有個案例 但我不得不說通常 可能會跟設計師有糾紛 做不下去的 我覺得業主 可能自己 當然可能會有一些些 他自己也有他的眉角 對然後業主自己可能他的 可能情緒管理啊 或是 當然所以才跟前面的設計師 會有糾紛 那我倒沒辦法做下去 不然其實大部分 或許 前面的設計師 他也很想把他完工 對 不一定是設計師 我覺得雙方都有問 我跟妳講台灣人有一種這樣的人 我就直接說好了 大家應該有看過 幸福好時光 我們今天呢 訪問的是施虎來了 你們的本名叫做 非達智能 這沒關係 大家比較認識施虎來了的 修善共享平台的董事長 承諾節 剛剛 講到了說 有些時候也不是設計師問題 是那些 就你們去搜食善後 但是也可以吃到那個牌頭 就是 那種 有一些人 他只要 花錢雇別人 做任何事情 對 他那種 老闆氣 就很重 是 就他覺得他花錢是大贏 但其實有沒有想過 這些其實是 需要靠我們這些人來幫你 解決問題的 對啊 那剛剛講的 其實為什麼 後來這個客人他選擇我們 是因為他認為 至少有保養 他不可能再被捲款而逃 然後或是跟設計師糾紛 因為對他們來講 你們最大好處就是 不能捲款而逃 因為平台的業務 金流是進到我們平台裡面的 那我們跟這些客人 像很多設計師他們收款是 3331 或是3421 那 更多人是 連他一層都不想收了 他也不想跟你收 反正我一層我在前面都已經賺完了 那我們平台收款是37 我只收你三成定金 完工之後 我再收你七成 那你們平台很有錢喔 政府有 我們是國家 其實我們有國發基金 還有很多上 像是公司 因為你這樣資金的支出 還有就要跟工人達成的協議 對 技術成分很高喔 是 然後其實所以對消費者是相當有保障的 因為畢竟我們不是一間隨便的一個平台 可能只有資本額 只有100萬或50萬 我們是5000多萬的資本額 那錢進到我們平台 那對我們平台來說 我們也想要把這件事情把它完成 我們才可以收到後面的七成 這非常重要 所以你不可能會遇到像是裝潢蟑螂 不好意思 你自己 因為平台手下也需要很多人嘛 有些設計師 會不會也有說 做一半說我不管了 你會遇到不負責任的人 因為我們在前面的源頭都篩選的很嚴格 我們每一個其實設計師全部都是經過一對一的面試 然後通過考核才可以上線接 那客人也都會一直給這些人評價 再者呢 因為我們有技術客服管理師 他們在每一個案子其實都跟得很緊 如果是那種裝潢的案子的話 他甚至 連你去勘察 我們的人都會到現場陪同設計師去勘察 其實算是跟 不管是對設計師或是對 因為有些不一定是設計師他可能是公投而已 像我的那個 我有個Podcast工作室 就在我家的黏在一起的地方 也是他們整修 我家浴室也是他們整修 至少 就是都很乾乾淨淨的完工了 然後都有如期的完工 而且當然像我朋友那個 他會遇到很多困難 比如說水器啊木板敲起來全部換 可是我一直覺得 這些就是 業主本身也要承受的 因為你買的房子真正的屋況你不知道喔 對 是啊 像有些可能在還沒敲之前 然後都不會只要這麼 可能你做到一半發現說 這個會建議你做 但在我們平台呢 我們不管是做什麼事情 都一定會要客人同意 我們才會讓我們的工板繼續做下一個動作 對 這非常重要 而且你有時候不是像你想像 就好像我做的那個錄音的工作室那裡 本來人家裝潢看起來都好好的 他才裝了不到10年 而且他也是石木地板 對我本來還很節儉 我跟他說不要改 結果後來是全部改了 為什麼 因為發現說一個球放在地板裡面 怎麼會滾啊 原來他下面的石木地板下面已經腐壞 所以然後很多東西都 之前的工班亂裝一通有沒有 所以 你 你沒有把它敲開 你真的不知道這麼嚴重 是啊 所以其實我覺得 有時候也不一定是 師傅或是工頭或是設計師他故意想要去追加價格的 我覺得這都可以 和平去溝通 對 而且我覺得他們做得很好 因為我有去雖然我很忙 但是我也很不愛看工地 很少去瞄 可是有一次我去瞄就發現說 你們幹嘛這麼認真 地板已經敲掉對不對 敲掉還把下面抹平 本來那個下面 就大家都以為墊高地板 之後 裡面弄這樣 就是非常崎嶇坦克有沒有 根本就都沒弄 因為他反正要墊高 他們抹平 對啊我們還是把它整平之後才開始做地板 是啊 這真了不起 其實很多事情是 或許一開始 有些設計師會用很低價很低價給你搶標 我100萬就幫你做好 結果他搞的是這樣 最佳可能到300萬 那我們真的是會很 就是把前面的那些問題全部都列出來 那或許一開始價格不會是最低的 但至少我們在中間過程 不會給你最佳價格 好那我要問你一個通膨的問題 也就是事實上現在的工錢 是 有人說已經漲到了不得了的地步 對不對 其實對 所以為什麼工班跑得越來越多 他找不到工 這工人有的時候也會跟設計師說 現在行情不是這樣喔 我不能不說真的是在施工的這些 真的在施工在現場看到 譬如說拿電鑽或是 做木工這些師傅 他們影響不大 都是上頭 抽走的 可能是設計師他會用這樣子的理由 還有材料的確是漲價了 材料確實真的是漲很多 可是真的是施工的工人 他們沒有拿到這麼多 工人的錢還是 還是一樣可能一天可能是 3000或是3500而已 就是你只要顧任何人 然後下面有一些組織結構的話 就是一個層層剝削 剝削不好聽 就是每一層當然都有他的利潤 好那 其實以老屋裝修而言 新房子也不會沒有問題 因為我看過新房子有一些 建案就開始漏水 我現在看到頂樓我都說你要小心喔 你要不要買頂樓下面的那一樓 漏水是老屋最嚴重的問題 你有沒有什麼樣處理的經驗 然後 其實我們蠻像之前在下 在那個 四五月份剛好是美育季節 漏水案子超級多 超級嚴重 其實最難處理是跟 樓跟樓上之間的問題 因為你就是樓上他就是不要給你處理 然後連進門都不給你進門 那樓下他也很無助 因為反正他覺得漏水不是他嘛 這是壞鄰居 那除非就是那管那管會他也不管 當然 因為他不想借入你們之間的糾紛 尤其他不想得罪老住戶 他得罪新住戶沒關係 我後來發現 誰叫你倒霉要進來 是啊 那其實我覺得有些事真的是還蠻可惜 然後樓下住戶他不是不想修他連他自己花錢要修 他都沒辦法修 可是對我有處理這個的經驗嘛 我就說我的那個Podcast的工作室啊 也就是 我們還似乎來的是非常認真的跑到我們樓上去溝通 然後說這整棟有漏水問題 其實那個也還算明理啦 然後如果你要講到說那你要出多少錢修的話 修在家他就不一樣 我說真的我真是個好鄰居 我永遠自己付錢修 大陸姐你竟然因為他是樓上的那個浴室排水管在漏水 幸福好時光好 如果你對本集的節目有任何相關問題 你可以打這個中廣的服務專線 0225005566 那我們這個 獲上臉書或中廣活動專區 粉絲的專頁參考節目的資訊 那粉專呢 不是我的粉專 這是中廣活動專區的粉專 也會提供給中廣 幸福好時光的 聽眾的優惠折扣碼 那就請大家打電話或者是 問一問 那這是師湖來了平台 他們現在有自己的App 對不對 我們一直都是用App 就是我們客人就是 一定要下載App 我們沒辦法用電話教售 因為我們整個服務流程 都只靠這支App 就是 你們有網站嗎 因為通常App本身 有的你可以用Safari 開啟 有的要加入新的App 我們家是只能用App來下單 因為我們有牽扯到我要 要到 因為我們要定位 然後我們還要去支付 免得去那遇到詐騙 對 然後我們還要支付 然後還要驗收 然後還有保固 所以整個流程全部都在這支App裡面 你這個創業類的 我看到你一直搖頭 因為你只要這樣子 你的網站裡面 你用不了別人軟體 你還要有自己開發 我們有工程師 萬一當掉的話 我們整個營收就沒了 對 這很嚴重 但 其實這個 所以我們投入蠻多研發金 你的青春真的要這樣放進來 可是我就放了 大魯姐 怎麼放 對 但是 我說真的 很多人會跟我講說 你用這個平台沒有比較便宜 或什麼 可是我一直在跟大家說 你現在 通膨時代你不要去想說 會便宜多少 是 但是你要得到一個公平的價格 對 有保障 你不要被 不要被騙 你不要遇到詐騙集團就好 裝潢是很容易遇到詐騙集團 我來說兩個朋友例子 第一個就叫黃大明 太常來我們的 他那時候就說他叫他朋友幫他設計他房子 我一去看那個房子 我其實很知道裝潢會花多少錢 我就跟他說 這不用裝啊 結果叫人家把那個 衣櫥的板子重貼 你知道我的想法 我家有這樣做 有啊有啊 家還是省不少 讓你不要浪費材質 重貼跟新的一樣 因為他沒有爛掉 而且他本來是石木 對不對 然後把漏水的地方修一修 尤其不要動到 你一個人住而已 不要動到那個分隔牆 因為 他一打牆 就是管線要重裝 後來不要聽 剛有新房子很興奮 對就莫名其妙 我後來就問他說大概300萬怎麼辦 剛開始已經很煩惱 後來我昨天還問他說到底總共花多少錢 他說 就300多 我聽那個語氣就知道 我四五百萬去了 對 因為他覺得我會罵他 而且還不包括家具的費用 你知道那個房子也只有30幾坪嗎 然後我前不久又到了那個 我們那個地產秘密 他們照理說是 裝潢的專業 結果 你室內只有30坪 在頂多31的房子 裝潢的挺不錯 非常集結 你知道花多少錢 他說你不要罵我 你不要罵我 300萬嗎 650 不包括家具 就為了裝潢 這些人都要非常努力的工作 所以問題不是要便宜 就是你不要被騙走 還有不要被 如果可以付400 不要去多付500 600 好不好 這非常重要 所以朋友有時候就會因為這樣 你就翻臉了 好那還有什麼要告訴我們呢 你們最近 因為你們有國發基金在投資 對不對 然後我們最近也有得到政府的 經濟部的 新創事業獎 其實真的是 一切都還蠻不容易的 那我們之後呢 也會有 那我們之後也會有 線上商城 其實這個是 師傅可以直接在我們平台上 採買材料 這個好處是讓 所有的消費者 都可以有一致的價格 你知道大陸這個已經做得非常的 那個 可是我們這裡 基本上還沒有 你可能只能去蝦皮看看有沒有 但是他們有那種專門的裝潢 無精的商城 因為有個同學就做這個 是啊 其實台灣其實都還是沒有人出來整合啦 就是散落在各個的一些小水店材料行 地板你跑去 車利烏買 對啊 就這樣 那我們就整合在我們平台裡面 那師傅呢 他可以就是 不用帶電貨款 這很重要 因為他們通常可能沒有這麼多的資金去 周轉 有時候最可憐 他付款結果被公投拿走 我也遇過這樣 然後還蠻多的 然後或是 有些更惡劣是客人他 給你拖 他不要付款給你 其實我們有遇過這種客人 就是你可能做到一半然後 已經要收尾了 那客人就跟你說 我們真的有發生過 師傅到現場 然後跟你說 他小孩子在睡覺 不讓師傅進去 只是 而且是約好時間 然後就然後或是說 哥哥出國 就各個任何的原因 就是不讓你進去收尾 只是很多這種案例 其實我覺得 消費者自己應該 對啊 其實任何出現的問題 有時候都 不能 表面規則於某一方 是啊 所以其實 所以你這行很辛苦 很辛苦 然後又做平台 然後又做裝潢 對然後你又要有科技工程師 是啊 所以陳諾姐 真的長得漂漂亮亮 雖然我一直以為他二十幾歲 但他說他其實沒有那麼小 就明明一個模特兒長相的小孩 女生然後 去做這種辛苦的創業的 過程 我後來越想越發現 我跟他交集好像很多 我還有一個在 那個非常偏鄉的一個房子 老房子是別人某個 這個長輩托我管的 然後 比如說你 如果要叫當地的人去修 因為那裡還蠻偏的 比如說在宜蘭的某個鄉下 要換個冷氣呀 或 一換當地給你開個十萬 後來師傅去替我去看了 發現他修修就好了呀 是修修就根本不用換新冷氣呀 然後還有遇到漏水的問題 那漏水又是 一個非常大一點 那個真的不要 有時候我會跟那種很老的老屋說你既然要選擇坐這裡 那漏水問題 那就沒辦法啊不然你就搬走 因為那個老房子是太老了 然後又牽得到 擋土搶的問題 那又更大了 我可以幫你撿那個房租 但是我不要幫你說 這個修起來就是整間打掉嘛 還蠻有趣的啦 其實我覺得大家 真的在選擇任何一個 品牌 然後要做裝潢修閃 不要只是 被一開始的價格 給吸引到 這非常重要 不要想說就是要 便宜到哪去 其實沒有 最重要是 要做到 他真的可以讓你長治久安 然後問題 不要一直出 對啊然後裝潢的過程當中 你可以順利把它完工 這真的非常的重要 要找一個有品牌 然後信賴 不要只是去網上去Google 看一些 評價 我現在越來越不相信Google會污出來的東西 因為他們會自己消掉負面評價 什麼都付點錢就可以了 當然 詐騙集團付錢 用我都做多少宣傳 真的 不好看 可是最近他們轉移了 因為我真的去抓他 我刪掉了九百個 九百個 茂名的粉絲 用我的名字 但是我現在發現波特王陳文茜 都被開了新的粉絲 各位小心一點 告訴你所有股市老師都假的 真的 現在詐騙真的越來越多了 但是我們沒有管 沒有管轄權 是啊 好 那麼 詩虎來了的承諾節 你可以去看看 就是 App的詩虎來了到底提供你什麼樣的服務 然後他們最近在有一些 優惠的活動 但我們在這裡又不能講到錢的問題 但是這個是真的是破天荒指 給甘露節的粉絲 那你就到中廣的活動專區的粉絲 專頁去看一下 或者是到 我們詩虎來了的 平台 平台上也可以看到 那就可能就是 等於是你有問題 請他們去估 幾乎等於不必花錢 大概是這個意思 是啊 I like 103 I like Radio